我们来测试UEFI 那 系统里面我们选择UEFI 储存装置 我们再把 ISO挂回来 0702的ISO 按下确定 然后按下启动 我们这里就会看到UEFI的安装 那有UEFI的安装 跟平常差不多就是用UEFI启动而已 那我们要选繁体中文 了解 继续 我们一样 可以试用 Q就好了 简单测试 一样我们选全硬碟 整颗 开始安装 安装过程 步骤变得很简单 启动选语系 然后 把使用者账号密码打一打 然后就进入安装画面 至于双系统的安装就要特别注意了 双系统安装 因为 商业软体 比较大家比较常需要的是跟商业软体可能要共同选择 那他都会有一个很智慧的方式 帮大家共融 但是 不一定是 适合你的方法 适合你的切个硬碟分割方式 那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 有UEFI跟没有UEFI的 差别就只有在开机的时候 你的电脑如果是 传统的 比较早期的 我们大概都还会用Glub来开机 就是 没有UEFI的方式来安装 那比较新的电脑 可能都是 一定会有UEFI的选项 如果你没有把它Disable掉 那他就是会 需要 作为系统 支援UEFI开机的模式来做 那这时候 系统就自动会跑到 由UEFI的 选项 去开机 开完机安装的动作 过程也都 剩下就都差不多都一样 就是 选择安装 然后选择你装在哪里 输入使用者 帐号密码 这样就完成了 很快就会完成你的系统安装 那这个 版本 就支援UEFI跟 传统的Glub的安装 方式 就都可以顺利安装完成 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地平的画面算是相当的 美丽 然后他的 他的所有的软体重心 相当完备 安装的时候你只要点一下 选择安装就可以了 所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已经快安装完成了 那目前是用ISO挂载起来安装 所以待会我们安装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卸载掉 那我目前也是用虚拟剂来测 所以 那一些问题就可以避免掉 那我们就安装完成立刻体验 一样 一样我们在装置 把移除掉 强制卸载 虚拟剂关掉 虚拟剂关掉 重新开一次 一样 以武预力 那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安装 一样 这边是有3T型 那我们是虚拟剂 所以我们用一般模式 这是地平的 简单的 影片 那他的App Store在这里 App Store各种分类都蛮齐全的 需要就自己去点选额外的安装 这边就点 像我们这个 需要哪一种就自己点 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 关机